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花30块钱买了8个大鸡腿 我们用它来做个好吃的 首先用竹签把鸡腿像这样扎一扎 这样比较容易入味 再加两大勺面粉 然后用手抓一抓 让每个鸡腿都裹上面粉 抓两分钟左右 感觉到有一点黏手 再把它倒入清水里 清洗干净 多洗几遍清洗干净 然后控干水分备用 再准备一根大葱切成葱片 准备一块生姜切成姜片 再准备棒头大蒜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把葱姜蒜末 装入鸡腿的碗中 再加三勺生姜 一勺老葱 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 一大勺黄豆酱 调料都是咸的 就不用再加盐了 爪板均匀 腌制20分钟 再准备适量的小油菜 把每个油菜都切成四半 切好之后放入清水里 浸泡两分钟 再把腌好的鸡腿 倒入电饭锅里 加了一瓶啤酒 啤酒磨过鸡腿就可以 然后盖上 选择煮饭键 大概需要30分钟左右 锅中水烧开 加一勺盐 一小勺油 放入我们洗好的油菜 焯水两分钟 煮至油菜断生 再把它取出来 控干水分 然后整齐的摆入盘中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一旁备用 我们的鸡腿也煮得差不多了 店员跳到保温键就熟了 哇,好香啊 香香香味鸡腿就做好了 我们来尝一块看看 非常的露味鲜香 没有加油 所以不会感到油腻 再把它摆入盘中 就可以上桌啦 再把汤汁也加进来 哇,真的是太香了 最后再撒点葱花点缀 美味鸡撑 这样做的鸡腿 非常的软辣入味 还有浓浓的酱香味 不用油 吃起来更健康 油菜在鸡汤里泡一泡 也是非常的入味 好吃 有肉又有菜 再配上一碗米饭 真的是非常不错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用这个大萝卜和五花肉 做一道小吃 首先我们把五花肉切成肉细 再把它装入碗中 加一点葱白和姜末 再加一勺料酒 两勺生抽 充分搅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再把萝卜去头去尾 水 再擦成萝卜丝 再擦成萝卜丝 锅中水烧开 倒入萝卜丝 焯水二十秒 时间不能太长 再把它捞出来 再把它捞出来 过一下凉水 再把水分控干 再稍微整理一下 切碎一点 再把萝卜丝和肉馅装在一起 再切点香菜 再把泡好的海米也加进来 加少许盐 海米也是咸的 不能加太多盐 最后再加一大勺香油 充分搅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再准备适量的饺子皮 把它们包成饺子 像这样就可以 全部都包好 准备下锅 热锅刷少许油 放入饺子 开中小火 煎至底部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 再倒入一碗面粉水 面粉水要没过饺子的三分之一处 中小火煮八分钟左右 把面粉水煮干 就熟了 再加点芝麻和香葱 这样更香 然后利用一个盘子把它取出来 哇,好香啊 这底部很漂亮 而且是酥脆的 这一层是最好吃的 非常的酥脆 我们尝一个看看 饺子 饺子也是非常的多汁 鲜嫩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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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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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土豆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洗干净的土豆去皮 然后切成薄片 尽量切得薄一点 这样容易熟 去皮的土豆大概400克左右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然后放入锅中 大火蒸15分钟 蒸熟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点配菜 香菇切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青红椒 随便切切 切成小块就可以 如果喜欢吃辣的 可以换成小米浆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大葱 先切成葱丝 再切成葱末 再准备一块生姜 切成姜末 装入碗中备用 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200克猪肉馅 装入碗中备用 我们的土豆也已经蒸熟了 把它取出来 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加一勺盐 再取出擀面杖 把它压成土豆泥 像这样没有土豆颗粒就可以了 然后趁热 加入200克土豆淀粉 或者是红薯淀粉 先把它搅拌成团 这样不粘手 然后用手捏一捏 如果觉得太软 可以继续加淀粉 如果觉得太干 加适量的开水 最后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 就可以了 再取一小块面团 用手捏一捏 先把它揉圆 再来 再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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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银 炒西兰花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先焯水 或者是直接下坡炒 其实西兰花焯水以后 营养特别容易的流失 直接炒又不好吃 还不容易熟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 炒出来的西兰花 非常的鲜嫩入味 营养还不流失 首先我们准备一颗西兰花 用剪刀剪成小朵 全部剪好以后 加一勺盐 再加一勺普通面粉 然后倒入清水 没过西兰花 再用手抓洗均匀 要多抓一会儿 抓两分钟左右 因为西兰花的结构比较密集 直接用清水洗 洗不干净 加入食盐 有消毒杀菌的效果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有效的清洗干净里面的虫软和杂质 抓均匀之后再浸泡10分钟 接下来准备把末尔放入保鲜盒里 加一勺白糖 让末尔快速的吸收水分 再加一勺面粉 有利于清洗干净灰尘 然后多加一点温水 盖上盖子密封好 然后像这样不停的来回咬换1分钟 这样末尔能很快的泡发好 然后再泡3分钟就泡好啦 再准备一个胡萝卜 先切成斜段 再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西红柿 先对半切开 然后再把地切去不要 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磅大蒜切成蒜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大葱 先切成四半 然后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片 再切丝 最后切成姜末 装入碗中备用 我们的木耳也已经泡好啦 用这个方法 一共泡了5分钟 就能把木耳泡得非常的好 然后用清水多洗几遍 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控干水分 放一盘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西兰花也泡得差不多啦 然后再用手抓一抓 把它控干水分捞出来 再加入清水多洗几遍 这样清洗过的西兰花 就已经非常的干净了 然后控干水分捞出来 提前把锅中水烧开 水开之后倒入西兰花 然后用筷子把它铺均匀 再盖上盖子大火蒸三分钟 再来准备一个小碗 打漏三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 先放一盘备用 然后再把锅烧热 加少许油 油热之后倒入鸡蛋液 然后转中火 用筷子轻轻搅拌一下 把它炒成大块一点的鸡蛋花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 现在我们的西兰花也已经蒸好了 颜色非常的翠绿 淡淡的清香味 然后把它取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另起一锅 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倒入葱姜霜片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胡萝卜倒进来 把西红柿也倒进来 然后翻炒均匀 炒出西红柿的汤汁 炒均匀之后把木耳加进来 把西兰花和鸡蛋也加进来 然后翻炒几下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 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一小勺盐 一勺白糖 适量的鸡精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西兰花不用炒太久 最后加一小碗水淀粉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把汤汁收至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把它装入盘中 看一下西兰花这样做 色香味俱全 口感非常的鲜嫩又入味 这样做的西兰花 非常的适合老人和孩子 不用操水 营养一点也不流失 非常的营养健康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花12块钱买了两块鸡胸肉 我们用它来做个好吃的 首先在鸡胸肉里加一大勺淀粉 然后用手抓一抓 抓两块鸡肉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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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一样 不管是什么肉 冷冻过后再用水浸泡制解冻的话 你会发现肉质会变得特别的白 而且吃的时候也味道寡淡 不新鲜 营养也流失了一大半 而且口感也不好了 所以解冻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水泡 接下来 把冷冻的猪肉放入大一点的盆中 往里面撒上少许的食用盐 尽量撒得均匀一点 可以用手涂抹均匀 一般倒入结冰或者是下雪的时候 大家也都会用这个方法 就是撒盐化雪 加入食盐不仅能起到融化冰块的作用 同时它还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盐溶于水的过程中 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 这个过程会加速冰块的融化速度 食盐涂抹均匀之后 放一盘静置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肉已经不那么硬了 然后倒入多一点的冷水 在碗里面加入多一点的白醋 白醋里面含有醋酸 醋酸能够降低水的冰点 达到快速解冻的目的 而且白醋还能够去除猪肉的腥味 给它搅拌均匀之后浸泡一分钟 这里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用热水 热水一烫肉就会收紧 口感就会变得又干又柴 一分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肉已经变软了 虽然这块肉冻得很结实 但是它已经完全化开了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有效 我们给它切开来看一下 里面非常的新鲜 像刚买回来的肉一样 而且这个时候的肉是最好切的 不管是切块还是切片或者是切丝 都比较容易成型 而且可以切得非常的均匀 我们先把肉切成大块 用这个方法来解冻 肉不仅可以快速的解冻 而且还很好地保留了肉的鲜嫩和口感 不管是里层还是外层都非常的新鲜 这个时候的肉片也非常的好切 而且可以切得很薄很均匀 可以切成任何自己喜欢的形状 如果切出来的肉片还有一点点硬 可以把它放入碗中 然后倒入多一点的冷水给它清洗一下 肉片遇到冷水就会马上变软 变软之后再把它控水捞出来 就可以直接炒菜了 这样解冻肉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又方便 而且肉质还非常的新鲜 而且经过多处处理 这里面的大量的血水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我们剩下吃不完的肉可以切成小块 然后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给它包得紧实一点 这样水分不容易流失 然后把它放到保鲜袋里面 再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起来 每次吃的时候拿出来一小块就可以啦 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又简单 如果你还记不住的话一定要收藏起来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鱼 山药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特别是秋冬季节一定要多吃山药 对身体好处多多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山药非常好吃的做法 既柔软又劲道 但很多人都没有吃过哦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三根山药去皮 去皮之后切成长长的小段 山药的粘液对我们的皮肤非常的敏感 我们的手粘到以后就会非常的痒 所以切山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一次性手膛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子中 然后放到蒸锅里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之后蒸15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配菜 准备一个红椒去籽 然后对半切开 先切成粗粗的细条 再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 把葱白和葱绿分开切 葱白切成葱末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再把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几斑大蒜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改刀切成酸末 切好之后和小葱放一起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山药也已经蒸熟啦 用筷子像这样轻轻搓一下 能够轻松的散开 非常的软面就已经熟啦 然后再把它取出来 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稍微放凉之后 再倒入一倍量的土豆淀粉 然后取出擀面杖 把它倒一下 使山药和土豆淀粉 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倒成这样细腻无颗粒的状态 就可以啦 然后再加一勺使用盐 再用手把它揉一下 揉成一个面团的形状 就可以 然后取一小坨出来 先用手捏一下 捏得紧实一点 然后再把它搓成一个小丸子 再用小指头中间搓一下 像这样一个小窝窝就做好啦 全部做好之后装入盘中 然后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下路上要小窝窝 然后用勺子不停的搅动 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 煮五分钟左右 煮至全部都飘上来 表面看起来晶莹剔透的 像这样就可以啦 然后把它控水取出来 过一下凉水 这样它们就不会粘连在一起 而且口感非常的劲道 过凉之后把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 装入盘中 像这样的窝窝 一次性可以多做一点 它的吃法有很多 可以煮汤 也可以红烧 它的口感非常的柔软 又Q弹 今天我们就做一个红烧的 起锅加入这样的使用油 油热之后下入葱白和红椒丁爆香 再加入一把虾皮蒸鲜 把它们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加一勺环豆酱 继续翻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以后 我们加一碗清水 水开之后 把山药小窝窝加进来 然后慢慢翻炒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加一勺食盐 一勺生抽 一勺鸡精 再把蒜末也加进来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炒至汤汁变得粘稠以后 就可以关火了 哇好香啊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闻起来非常的香 最后撒点葱花点缀 看一下 这样做的山药小窝窝 看起来晶莹剔透的 吃起来非常的柔软 但是口感非常的劲道 特别的Q糖 连挑适的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面食 首先准备适量的熟芝麻 再加5颗鸡蛋 4颗酵母粉 1勺白糖 3颗盐 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至酵母粉溶解 然后再加400颗高筋面粉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 再加30克食用油 揉成面团 面团揉光滑之后 再像洗衣服一样继续揉 像这样大概还需要揉10分钟左右 如果觉得有阻力揉不动 再摔打几下 然后继续揉 取一块小面团 能拉出像这样薄薄的膜 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 发酵至两倍大 这样我们的面就发好了 体积变大 里面是蜂窝状 然后再揉一揉排排气 大概还需要5分钟 再搓成残条 再分割成6等份 然后把小面团再揉一揉 再把它搓成水滴状 像这样就可以 全部都做好之后 把先做好的面团 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一个倒三角的形状 再准备半根香蕉 把它包进去 然后把两头捏合 这样我们的面包生坯就做好了 然后盖上二次形发两倍大 大概需要20分钟 体积变大 拿起来轻飘飘的 这样就可以 锅中多倒点油 烧至五成热 放入面包生坯 转小火慢炸 炸至一面微黄 然后给它翻一面 然后用筷子翻动着炸 炸至两面金黄 全程大概需要8分钟左右 然后捞出来控油 美味的炸面包就做好了 这外皮非常的酥脆 里面柔软还拉丝 哇 浓浓的香蕉哦 非常香 这里面是拉丝状 吃起来是软软的脆脆的 虽然是油炸的 但是一点也不吸油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洋葱和萝卜 来做好吃的 好 您好 麻烦 你 那 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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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清洗过的菜花就已经非常干净了 然后控干水分备用 然后起锅烧水 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大火烧开 水烧开之后 再把花菜倒进来 开大火焯水30秒 去除炒酸 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 时间太长了 花菜就不脆了 30秒之后 30秒之后马上捞出来 装入碗中稍微放凉 然后下来 下来 下来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肉3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 先放一盘备用 然后再把放两的花菜取出来 然后再改刀把它切碎 也不用切得太碎 太碎了口感不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把胡萝卜也加进来 葱花也加进来 然后加3颗酵母粉 一小勺盐 一小勺白糖 促进酵母发酵 适量的胡椒粉调味 再把鸡蛋液也加进来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菜都能裹上鸡蛋液 搅拌均匀之后 少量多次加入面粉 面粉要少量多次的往里添加 防止搅出来的菜壶太干 或者是太湿 最后搅拌成这种粘稠度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放一旁醒面10分钟 现在已经醒好了 醒过之后里面会有这样的小气孔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准备一个电饼层 先不用开火 刷上少许食用油 然后把面糊倒进来 再把它铺均匀 铺平整 表面上再撒上一层熟芝麻 蒸香 然后表面上再撒上一层食用油 然后盖上盖子 开中火烙5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 好香啊 用铺子按压 感觉松软 不塌陷 就已经熟了 我们翻过来看一下 金黄金黄的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然后把它取出来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切好之后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香烹烹的蔬菜饼就这样做好啦 这个蔬菜饼真的是太香了 颜色也很漂亮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表皮非常的酥脆 里面非常的松软 如果宝宝不喜欢吃蔬菜 可以试试做这样的蔬菜饼 营养丰富 做法也不难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小银 把鸡蛋倒入滚烫的开水里面 瞬间就变成一道快要失闯的传统美食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 做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特别的好吃 首先我们根据自己浇的人数 准备适量的鸡蛋 把它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盐 再加入适量的温水 没过鸡蛋 我们用盐水把鸡蛋给它浸泡五分钟 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先把鸡蛋浸泡一下 会洗得特别的干净 我们再来准备一些配菜 适量的芹菜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我们尽量给它切得细一点 最后切成胡萝卜丁 胡萝卜丁尽量切得碎一点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先把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把葱叶也切成葱花 葱花尽量切得小一点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两块钱的猪肉 猪肉最好是有肥有瘦的 这样口感比较好 先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改刀切成肉丁 最后给它剁成肉末 也不用太碎 有点颗粒感口感更好 剁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几斑大蒜 放入拉蒜器里面 把它拉成蒜末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鸡蛋上面的脏东西 已经泡软了 然后把它一个一个清洗干净 把上面的粪便和杂质 都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再把它控水捞出来 然后再来准备一个碗 把鸡蛋一个一个打入碗中 鸡蛋打好之后 再加入一小勺盐 增加底味 再加入一勺白醋 去新增香 而且加入白醋 还能够让鸡蛋 更加的松散 更加的嫩 然后用筷子 充分的搅拌均匀 我们尽量多搅一会儿 给它搅得散一点 用筷子像这样调几下 可以快速的把鸡蛋搅散 鸡蛋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盘备用 然后锅中倒入一碗清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 再把搅好的鸡蛋液 慢慢的倒进来 鸡蛋液全部倒入锅中之后 再转中火 火不用太大 不然会组成一锅鸡蛋花 然后用铲子轻轻的推动几下 推动鸡蛋的时候 一定要连筒锅底的鸡蛋 一起敞起来 一直这样推动至鸡蛋 完全定型 这时候的鸡蛋 非常的松散 非常的嫩 看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把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起锅 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肉末倒进来 翻炒 开小火把肉末炒香 把多余的油脂炒出来 把肉末炒至完全变白 有一点微微花环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葱白加进来 蒜末也加进来 然后转小火翻炒 把葱花和蒜末中的香味炒出来 炒香之后再把胡萝卜丁加进来 芹菜丁也加进来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把胡萝卜丁炒至断生 把芹菜中的香味彻底的炒出来 炒好之后再倒入一碗清水 然后开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加入一小勺盐 一勺鸡精 一点点味精 一勺白糖提鲜 一小勺蚝油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上色 然后用铲子搅拌均匀 并且把锅中的汤汁煮开 汤汁煮开之后 再加入一碗水淀粉 然后开大火 把汤汁煮至粘稠 也不用说得太浓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把我们调好的料汁 均匀地淋在鸡蛋上面 哇好香啊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最后再撒点葱花点缀 美味继承 一个简简单单的鸡蛋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 特别的好吃 而且我们这样做出来的鸡蛋 特别的有营养 没有经过高温的烹饪 也没有油炸 吃多了也不会上火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 非常的适合老人和小朋友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搜藏起来 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筷子搅拌搅拌 这瞬间就变成一道美食 出锅真的是太香了 天天吃都不腻 而且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碗玉米面 再来准备一个和玉米面一样大的碗 倒入这样的清水 水和玉米面的比例是1比1 然后把锅烧热 刷上一层使用油 然后往里面倒入准备好的清水 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关火 再把准备好的玉米面慢慢的倒进来 像这样一边倒一边搅拌 把玉米面用开水烫一下 把它烫熟 烫过的玉米面更香 口感更好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准备一个大碗 把烫好的玉米面倒入大碗中 在碗里面打入两个正经的鸡蛋 再加入三颗酵母粉 然后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鸡蛋和酵母粉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搅匀之后往里面加入一碗普通面粉 再用筷子继续搅拌均匀 面粉和玉米面的比例是1比1 搅拌成这种大面絮转 然后下手把它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揉好之后放到温暖的地方 发酵至两倍大 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葱花 葱花可以多切一点 吃起来更香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里面 再加入一小勺盐 一勺五香粉 再加入两勺面粉 然后倒入烧开的热油 激发出葱和调料的香味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葱油酥就做好了 先放一盘备用 饧好的面团取出来放在案板上 撒上一些干面粉 然后用折叠摁摁压的方法 把面团里面的空气排出来 像这样一边折叠一边按压 这样能够快速地排出里面的气泡 然后再用擀面杖把它擀大 擀薄 把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薄面片 擀好之后再放上我们调好的葱油酥 然后用刮板把葱油酥涂抹均匀 像这样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然后从一头把它卷起来 卷的时候尽量剪得紧实一点 把另一头压在下面 然后再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然后取出一个面剂来 两头捏合 然后四面往中间折叠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把它整理成圆形 整理好之后再把它放在案板上 然后用手轻轻压扁 这样我们一个饼皮就做好啦 全部做好之后二次醒发十分钟 准备一个电饼秤或者是平底锅 预热之后刷上食用油 然后把做好的饼坯一个一个放进来 中间要留有缝隙 然后盖上盖子 中火烙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之后打开盖子 烙至一面金黄之后 再给它们挨个方面 看一下金黄金黄的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然后盖上盖子 再烙两分钟左右 我们中途再给它放一次面 这样烙至两面金黄 哇好香啊 现在就已经是满屋飘香了 像这样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压不塌陷 立刻回弹就说明已经熟啦 这样一个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的玉米面 葱花小饼就做好啦 它的口感外酥离软 非常的好吃 连挑适的孩子都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办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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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支持